时尚界的大活动,时装周已经开始了 全球知名的时尚之都,纷纷趁着这股惊儿热闹一番 刷一刷脸书,大头阵的纽约时装周和伦敦的时装周刚刚结束 作为两个世界级的大都市 在时装周上却只是小体量 重头戏还得看接下来的米兰和巴黎 米兰从2月21日起到27日结束 巴黎时装周紧跟着开始到3月7日结束 这场时尚狂欢就露幕了 今年算是很特殊的一年,因为这是时隔三年 国内众多艺人被逼了这么久之后 第一次出远门露脸的机会 这一下子那一个个的都仿佛是脱缰的野马 看着清朝出动的一大批艺人出国看秀 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国人出门搞团建 大家还发现刚好在过去的三年里 国内涌现出来不少的新流量 这回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出张 想想多年前时装周的一系列大戏 新流量们会有怎样的表现还是挺让人好奇的 目前已知确认参加时装周的全明星阵容 巴黎时装周有陈毅 刘亦菲 刘雨昕 刘文 欧阳娜娜等 米兰时装周 刘诗诗 陈霄 肖战 李雨春 胡歌 钟星同 刘涛 蔡徐坤 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名单才刚刚发布 就有粉丝掀起了分针 有人说同样作为新进的流量小生 陈毅去的是巴黎 他就比肖战高一个咖位 首次出征就去巴黎 就意味着陈毅的资源就比肖战更好 粉丝也不是莫名其妙的比较这些 更不是胡乱拉仔 因为时尚界有一个说法 就是前九几大时装周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巴黎时装周 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创Prada的女魔头里 女魔头主编就说过 巴黎时装周是它一年最重要的时刻 所以只有巴黎时装周永远是最后一个半 时间也比其他的长 超过了一周 这才能显现出来人家的地位独特 还有另外一部美剧《爱妮丽在巴黎》 也经常展现巴黎时装周的重要地位 挤得人山人海 整个城市都躁动不安 再加上国内娱乐圈一直以来 都有着外国的月亮园的糟糕传统 人们总会觉得出一趟国一定就要去最高档 最好的地方露脸才能养我国威 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年龄的演员都是精品 年龄相仿的小花小生天生就是竞争对手 这一点对于肖战和陈毅来说就更甚 二人不仅年龄相仿 他们的戏路还十分类似 虽然肖战是凭借双男主机爆红的 陈毅是在古装仙侠剧里爆红的 好像起点没什么冲突 不过肖战和陈毅 二人的大体定位一样 都是在古装仙侠剧里面天气飘飘的古装男神 更加巧合的是 两个人都曾与90后一线小花杨子有过合作 对于一个男明星而言 和一个女明星能否摩擦出来CP感 就十分考验一个男明星的苏感 谁的苏感更强 谁就能劝到更多的女友粉 在这一轮较量当中 陈毅略属于下风 肖战和杨子合作的现代偶像剧《余生请多指教》 把地名沉寂了很久的湖南卫视受视率 足足拉破了一 让湖南卫视粉丝恨不得拉战报横幅 感谢肖战 反观陈毅和杨子主演的古装偶像剧《沉香如现》 被同时期的苍丸绝和心看灿烂左右夹击 暗在地上反复摩擦起不来 两部剧都是杨子的舒适居 都是他之前有过类似作品的东西 然而一个收视率亮眼 一个水花很小 这一回合的较量肖战略升一筹 以及两个人同样想要转变流量身份的时候 一个去派了军旅剧王牌部队 一个去派了政法剧底线 背后都是有着国家官方的相关部门作为背书 这方面还是不相上下 因此这次时装周还没去 刚进了苗头就有粉丝喊着 陈毅的时尚资源比肖战好 于是想赶紧搬回一城 至于等去了那边 他们能坐在秀场什么位置 又能和哪个时尚界大佬合影聊天 外媒怎么评价报道 就又是一场兴奋血雨了